加上我們盡心製作的戰隊衣服 各位 天使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太多了怎麼會有 祝你生日快樂 然後他就說 我真的很不喜歡在台上 我沒有說不喜歡 我會說討厭 有願望要講對不對 第一個祝大家身體健康 我沒設第一個願望 然後第二個就是 不要只有這種小動作 很喜歡這樣搭訪 真的沒有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 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所以你覺得想說 今天生日要怎麼過嗎 他就想安安靜靜的 對 他那時候是很小的時候 他現在也是 我覺得他已經是大姐了這樣 就是已經很習慣這樣 就這樣 他現在已經青春期 他也不想跟我們出去 他現在就已經跟同學啊 就是自己約啊 幹嘛 要不然就是宅在家 就宅你 所以就是比較不會讓你為難就對了 現在不會了啦 他反而現在 我們叫他出去吃飯 他也比較為難 可是因為他就說 今天有跟誰誰誰吃飯 一定要去嗎 他就說不一定要去嗎 對啊 對啊 那可以教一下媽媽們 就是比如說就是 要帶比較小年紀的那時候 媽媽 可能要怎麼樣就是去跟小孩溝通 我覺得不要把小孩當小孩 這是重點 因為我後來從我女兒身上學到就是 他們很希望能夠跟你共享很多事情 那你如果只是 在他們能夠接受範圍裡面 跟他們用合理 理性化的溝通 我覺得他們比較能接受 對啊 有沒有讓你 Emma比較沒有讓你覺得很 就是比如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喔 來 我們來做專訪 哈哈 這一題真的回答很久 我跟你講他真的 當然就是這個成長過程當中 一定會讓你就覺得 火大抓工之後啊 但我覺得那都是成長過程 過的時候現在還會蠻懷念 因為至少他有在跟你互動 其實爸爸那邊是你要溝通一下 因為那個時候一直 對啊 但是我覺得大家都是 在 比較錯誤的時間點啊 因為爸爸那時候也是剛開始創業比較忙 對啊 他現在也是會 比如說禮拜天 現在換他啦 禮拜天說 Emma你可以陪我去 爸爸去剪頭髮嗎 不要 無聊欸 Emma你可以陪爸爸去吃飯嗎 一定要去嗎 就是現在已經變反過來了 現在有共同的事 現在要問Emma說 可以陪爸爸去看程零九嗎 然後爸爸就說 他是誰 沒有在開始現代的 是是是 對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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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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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